大家今天一看三位穿大红色的 一定是有大喜事发生 最近中国航空航天是一连串做了很多件大事 除了C919的正式商飞之外 北京时间的30号上午9点31分零十秒 我们是成功发射了神舟16号 全球都在关注 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因为我知道中国航空航天是在被外界打压的时候 这样进行发展的 如何看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这个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一路被打压 美国的太空战不让中国参与 然后现在倒过来 中国这个太空战大概明年 如果美国的太空战如其退役的话 那变成全世界就只剩下中国这个太空战 而且美国不能参加 因为美国国会已经立法了 所以这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你刚刚也讲了一些特色 就是说包括零件的国产化 然后它累积很久了 所以我们也一路看到 今天是神舟16发射 从发射到对接 以前大概要两天半 现在只要六个多小时 基本上对接完整之后 整个太空战就架构完成了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有点 已经顺心顺手了 所以才会让不一样的太空人出现 不然如果在早期的话 比较没有把握 那一定要完完整整 受过训练的太空人 那你刚刚讲到说 这次让教授 在赫的专家 还有工程师都上去了 那我们就可以预期说 未来会有更多的实验 那会有相关的专家要送上去 因为太空战总是要做一点事情 那它这个并不是要登月 所以基本上 它是要长期 放在太空上 那会有很多的科学实验 要在这个地方展开了 那我认为 未来会在很多领域 会有突破性的发展 那美国恐怕要担心了 因为美国明年之后 就没有这样的环境做实验 那这里面最值得美国担心的 我认为是农业 生物还有制药的科技 因为很多的植物 或者是有机物 或者是化学的合成 那在无重力的状态 真空的状态 在地球上没有办法复制这样的环境 那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来自于全球各地的粉丝朋友们 今天有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我们B&E TV28的YouTube频道 要开放会员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以后也会在会员频道 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一定要持续支持我们 B&E TV28的平台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会员等级 第一个会员等级呢 是TV28台的后援会 但还有一个等级就是更高一点咯 是TV28台的同学会了 我当然希望我们所有的粉丝宝宝们 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和三妹和我们的主持人 还有和我们的来宾们 有更加紧密的连接 当我们的家族更加庞大之后呢 我相信我会陪着大家解锁更多的会员等级 以及更多的会员福利 三妹已经在这里了 你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比如说种子科技 中国大陆水稻啦小麦啦 我认为会一定会有一些农业产品上的一个实验的突破 那当然还会包括其他啦 比如说 有人就说对那个天文的模拟啦等等 那各国 知道我们也看到阿联酋 他也委托了一些实验要进行啊 那当然他们是要付费用的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构成中国成为太空中心 至少在天空中大概会维持5年左右 大概是独家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所以在结合上你刚刚讲到了2030 如果要有登月计划啊 那这两个都会让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啊 因为美国明年之后就没有太空战 因为俄罗斯已经退出了啊 那当时美国的太空战就是俄罗斯 负责组建那个主战啊 还有发射都是由俄罗斯负责的 那俄罗斯已经宣布退出了啊 所以我认为他要延长会非常困难啊 那第二个就是美国恐怕也会被迫在启动登月计划啊 所以等于是中美的竞争会在太空白热化了 大概会有这样的效应 中美之间的交叉可能比想象当中来得更快 就连马斯克都说了 哇中国昨天官宣2030年登月球 他说我相信一定超过了非常多人的预料 但美国不断的砍美债还有内忧外患之下 想要和中国去一较高下的话呢 我觉得你现在单单把中国排在外面 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 你还要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分量 能不能够做到 这个不可能一天到位啦 所以美国等于是会落后几年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OK落后几年 死亡交叉点就出现了呀 对不起 好